一向熱衝下廚的藤麗明 這天出席一個食物品牌代言活動 對於這次續約 阿騰就說很開心 除了即場示範主家常菜外 還自包老公的雕鑽口味 白切雞 他最喜歡吃排骨、豪、冬菇、海參、鮑魚煲 很棒,聽到 有沒有甚麼巧合在裡面呢 它很雕嘴 它蒸排骨的話 又說七三玉 然後如果要燜排骨的話 它要有軟骨 它要一次排骨,又要加一些籃牌 它是比較雕嘴的 但也不要緊 因為你的廚藝絕對不會捉到它的 其實廚藝直接是由食物的新鮮度去決定 我也對,這個食材很重要 我覺得食材才是最重要的 適逢聖誕節 不少朋友都外出外旅行 被問如何慶祝聖誕 阿騰就肖然過了一個孤獨的聖誕節 聖香之母 因為我一來又要開工 二來其實我老公有很多活動 他參加三橋三歲之後 又玩Wing的比賽 又去打Golf 基本上他沒有時間理會我 他會用盡自己的一分一秒 所以他沒有理會我 是 會否以後補足 會吃飯的… 希望讓去完旅行回來的朋友 回到香港再補一餐聖誕飯或新年飯 因為全部都出發 是,那你自己呢 會否打算也要飛 沒有,要開外回家 我想也無法飛 活動之後 阿騰又要趕回劇組開工 而明熙早前客串 愛回家之開心速遞 不知道阿騰如何看Gigi演戲的表現 他很聰明 很聰明 而且他又不協償 而且我覺得年輕人真可惠 又要唱歌又要上學 又要做那麼多宣傳或工作之外 還要走來拍劇 其實真是頗辛苦 會否也很開心 經常有很多不同的人 你轉轉我回家 越多人越好 對,越開心 對,最重要是跟我玩 家庭越來越大 沒錯